大家好,用红薯炸出来的麻叶家人们都吃过吗? 回想起我小时候,老妈到快过年的时候,才给我们炸红薯麻叶吃。 现在想想都可好吃了,香甜酥脆,好吃不油腻。 用来当做小零食,招待客人都很不错哟。 做法简单,一起来看看吧。 炸出来的红薯麻叶非常的酥脆。 首先我们准备几个洗干净的红薯。 利用削皮刀,把红薯的外皮削掉。 然后再把削掉皮的红薯切成薄薄的厚片。 全部都把红薯切成这样的薄片就可以了。 切好后,放入一个大碗中。 然后把它放入蒸锅中。 开火,盖上盖子,把红薯蒸熟。 把红薯蒸至,用筷子一搓,就面了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现在把它取出来。 把红薯蒸出来的水倒出来,不要。 接着再放入适量的棉白糖。 再用擀面杖趁热,把红薯捣成红薯泥。 最后把它捣成这样的红薯细泥就可以了。 往里面放入一把黑芝麻,一把白芝麻,再打入一个蒙鸡蛋。 打入一个鸡蛋,使我们炸出来的红薯麻叶又酥又脆,不吸油。 先把它炒拌均匀。 再往里面倒入普通面粉,边倒边搅。 我们和这个红薯麻叶的时候,一滴水都不需要放。 一直把它搅拌成,能和成一个硬面团就可以。 搅成面具之后,往里面放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放入食用油,一是我们和面的时候不粘手, 二是我们炸出来的红薯麻叶更加的酥脆好吃。 最后一直把红薯和面粉融合到一起,和成一个偏硬的面团。 把它和成这样就可以。 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,放到一旁松弛20分钟。 接下来,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。 然后把醒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。 用刀给它分成两份。 因为我们的案板太小了,有点擀不开。 分成两份来擀。 取出一份,把它揉成一个圆形。 翻过来,再用手掌心把它按扁。 上面撒一层干面粉。 用擀面杖把它擀开。 擀的过程中,往上面撒上一层干面粉。 擀成圆片之后,我们像擀面条一样, 再把它擀成一个薄薄的大圆片。 擀的时候,我们用手推压着擀。 这样擀得薄厚均匀。 最后,一只把它擀成这样的薄薄的厚片,就可以了。 面皮上面,再薄薄的撒上一层面粉。 以免粘到一块。 撒好之后,像这样来回对汁。 把它粘成一个宽宽的长条。 然后,再把它切成大概四手指的宽条。 切好之后,再一条一条地把它铺到一起。 然后,把第一刀不规则地切掉。 接着,从中间划一道口。 斜刀切一下。 每一刀都这样切。 看一下,我们这样擀的,用手一抖都散,一点都不粘。 切好的麻叶,我们来给它做出一个造型。 用手捏着这一头,从中间这个缝,探到下面来。 像这样,轻轻地一翻,就过来了。 这样炸出来的麻叶,既好看又好吃。 像这样,一个麻叶生坯就做好了。 再来看一下。 不需要用多大的力气,轻轻地一翻,就过来了。 把每一个都像这样,给它翻个花样过来。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法,从下往上翻。 像这样一掏就过来了。 所有的麻叶生坯全部都做好,把它放到果盘子上面。 接下来,锅中倒入菜籽油,稍微多一些。 接下来,用这一个小面条来试一下油温。 放进来,迅速漂浮上来,这个时候油温是六重热。 像这样就可以。 然后,再把麻叶下到锅里面。 大家看一下,放进去之后,迅速都漂不上来。 漂不上来之后,我们用筷子,轻轻地翻弄一下。 把每一个麻叶都受热均匀。 这时候,我们火改为中火。 我们这样炸出来的麻叶一点都不吸油,而且颜色均匀一致。 因为这个麻叶感到比较薄,我们把它炸至黄灿灿的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把它捞出控油。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。 非常的酥脆。 红薯麻叶全部炸好,控干油,倒入一个黑色的盘中。 炸了满满的一大盘。 一道非常好吃的红薯麻叶就炸好了。 小的时候,过年时,老妈总会炸上这一大盘。 特别的酥脆。 用手轻轻地一抓,就碎了。 大家看一下,一点都不油腻哦。 我已经忍不住了,先来替大家尝一下。 哇! 香甜酥脆。 吃着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。 好吃不油腻。 给孩子们当做小零食,都喜欢吃。 做法简单。 擀一擀,切一切就搞定。 喜欢的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点赞,收藏,转发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个留言,转发和点赞,都是我千金的动力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 注意哦。 Fu przedmiyzeno。